大家好,我是老B,欢迎来到老B实验室 在前几天的视频中我们拆解了一个硬盘 因为硬盘的电动机转速非常高 所以就有一个想法 想把这个硬盘改装成一个上轮机 今天我们就来制作一下 首先把硬盘的盘片拆下来 找一张砂纸 剪一张和盘片一样大的砂纸片 然后用双面胶把砂纸粘到盘片上 然后把盘片装回去 因为硬盘电机的转速非常快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我们把硬盘盖板的上半部分割掉 留一部分作为保护 我们把盘板割掉了一半 留下这一块作为保护 因为电机的转速非常高 以免发生危险 电源部分我们使用这个硬盘盒作为电源 为了使运行使不发生占动 我们用螺丝 把它固定到这个硬盘盒的外壳上 这样用就硬盘改造的砂纸机就完成了 我们通电试一下 我们磨一个东西试试 这是一个钢钉 毛一袋小竹签 蒜头 小木片 好了 我们今天的旧硬盘改造砂纸机就完成了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家试一下 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这个电机转速比较高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关注点赞收藏评论 我是老B 我们下期再见